很难得拍到这个视频 因为现在应该是 Greak Sankey High School 旁边的Barrue Hall College 午餐时间 中午饭吃饭时间 午餐时,同学们在操场上踢球 全都是穿着校服打着领胎 各个学生像这些,穿着蝙蝠走出来 未知什么情况 是否更加高年班呢? 有些更高年班的就像这样 穿着校服可以出街 不知道是否出去吃饭,还是回家吃饭 这些都是背囊的 有些小年班的都是穿着校服的 应该还有下午的上课时间 刚刚看到 那两个不像是老师 像是女同学 你是本名 çık nueote sia同学的 在Greak Sankey High School 的操场位置 对面是 就是这堡浮盒,一个社区中心 有健身室、图书馆、暖水泳池 这个暖水泳池还训练了一个奥运冠军 在今届奥运冠军 不过就是混合4乘100 就不是个人奖 是4个人的团队奖 趁有点时间去IKEA 有个朋友都问,其实这里是来的 IKEA有多远呢? 以Guy Sankey High School来起步 开车大概是5分钟压弯 天气开始热 开窗就有很多蒲公英飞进车 好像很多蜘蛛网似的 但是关车窗就会觉得热 所以也要先开冷气 左边就是Redvo 一个大型的发展商公园 所谓大型的房子都是200多间房子 都卖光了 然后过了马路第二个屋远 还有Tayla Vimpy 听说香港人的比例很高 有一半的房子是香港人居住的 听说没有实际去调查 好像没有这些数据 可能发展商就会有 一阶之隔 对面这些房子 其实屋价便宜一半 以去年来计算 和Tayla Vimpy 的屋便宜一半 但是香港人心态 怕买旧屋 但旁边的旁边都是二十多三十年 宁愿比贵一倍都要买一间新房子 说室内面积比贵一倍 但是现在就在拉近很多了 因为新房子就没有怎么升 因为发展商有房子 但旁边就被拉高了 有几个人说 被拉高吗 算不算是被拉高呢 总之是升了 有几个客户都在刚刚过的屋苑住 感受到一些升值的福利 可以这么说 有些朋友的想法是 买新房子不用装 这是事实的 但买新房子来说 发展商的定价 都会比市场的移手价高 一个距离 所以二手屋的升幅可能会高一点 可能会高一点 或者这么说 相对地高一点 经过这个红色桥 红色桥的右手边 就是Westport 一个相对大型的商场 里面有十几间店铺 二十几间店铺 当然最大的就是Astar 一个大型的车厅市场 不算是Walentum最大的 Walentum最大的就是Tesco Extra 现在这个位置 如果计Postcode 是WA5-3 WA5-7 和WA5-8之间 这个方向是往东北方向 车头现在正在向北方向 应该是 在向北方向 走到那条路 会经过马沙 现在下面的车货 这路程常常常不自觉 会超速的 是走30kmh 但路面很美 所以如果有些脚 走路 很容易驾到30kmh 回旋处直到A49公路的Chunson Line 现在要转去IKEA 其实我过了龙 应该刚过路口走可能会近一点 现在是一间大型车行 ARON CAR 里面好像有一个香港朋友在这里 但我不认识他 在网上会看到 前面这个就是IKEA 蓝色这里 好,我现在上一辆车去马沙 因为也要马沙买一些东西 你们看到Lex 麦当劳 有当然是做Kitchen 还有药房 Boost Boost 应该刚刚在对面来的 我现在走 有点相反错 大概5分钟左右 因为我走多了路 IKEA 我先去IKEA买东西 免得多来多去 好了,这条片和屋子没关系 大约是在W-A5-7的位置 大约是在W-A5-7的位置 好了,如果有兴趣了解W-A5-7的情况 可以WhatsApp我 5366-5444 到这里,完 是在W-A5-7的位置 是在W-A5-7的位置 我先去 我先去 是在W-A5-7的位置